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人类从未停止过了解地球的步伐 在过去20年中,世界各地研究动植物的科学家 不懈地搜寻着地球上最熟悉和偏远的地方 共发现了1300多种新物种 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些有趣的新物种吧 食肉海绵,这是一种奇特的食肉性海绵 在澳大利亚海域内海平面以下 2197米处被发现 其形状如同竖琴,长两米,有着直径达半米的嘴 当鱼或其他生物不小心碰到它时 曼多南的海绵会用一天一夜的时间 把被捕食者包裹起来,困在身体里面并吃掉 变色蛙,你们见过比硬币还小的蛙吗? 这是2004年美国科学家在南太平洋岛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部山区 一小片云雾林里发现了一种青蛙种 它能和变色龙一样 玉草四草,玉土如土 当阳光明媚的时候成浅绿色 当进入光线微弱的阴暗处时 在几分钟之内又变成浅棕色 是不是很神奇? 两栖蜈蜈 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蜈蜈 既能在陆地上快速移动 也可以在水中像鳗鱼一样游动 它是目前已知的第一种水陆两栖蜈蜈 体长可达20厘米 有数十条腿 想想就可怕 南美利鼠 南美利鼠长得很像老鼠 但它其实是牛羊的近青鼠类 大约在3250年前 南美利鼠生活在安提斯山脉 那时它们长得很像 南美利鼠的牙齿骨骼 以及躯干骨 也都和牛羊的极为相似 还都是食草性动物 依靠牙齿的研磨来吞咽食物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未知生物也被发掘出来 你还知道哪些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